试求满足下列条件的双曲线方程式第一小题 双曲线上认一点到两个焦点 F1 F2它的距离差的绝对值是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PF1-PF2它的距离是等于什么 距离的差 然后再加上绝对值 这个就是我们双曲线的定义 这是什么 等于2A 所以我的提议就告诉你了 2A等于2 所以A就叫做1 然后又告诉了我们两个焦点 那焦点 我把它画一下图好了 -21 -25 所以它应该是上下开口的 所以焦点 -21 -25 所以有两个焦点我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中心点是多少 加加加除以2所以负2 3 负2加负2除以2 5加1除以2所以中心点就是负2 3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A等于1了 然后C知道吧 从中心点的负2 3到焦点 这样是多少 5跟3是不是差2 所以我们的C呢 就等于2 有C 有A 我就可以知道 谁 对B 所以4等于1加B平方 所以B呢等于 根号3 好 那我就可以把我们的双曲线写下来了 那因为它是上下的 所以是 Y的平方在前面 好 然后呢中心点写上来 -2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X加2 然后Y座标是3 所以这里就是Y-3 然后再来呢 A 平方是1 B平方 是3 所以我们的方程式就是 1分之 括号Y-3括号平方 减掉3分之 括号X加2括号平方 整于1 好 第二小题呢 它说双曲线的一个焦点是 6-2 共2轴在直线 X等于1上 所以呢 这个图我们就 先 随意画一下 直线 X等于1 好 所以这条是共2 X等于1 那这条呢 就是贯轴 所以我知道 我们是左右开 画的真丑 好 好 左右开 那它说 有一个 交点是6-2 那我就 假设你在这里好了 6-2 因为X等于1嘛 所以这里6一定要在它的右边 再来 共2轴 有了 然后 正交选长 正交选长就是 A分之2B平方 等于2分之9 等一下 再来看 好 那我们从这里 这是题目给的条件 那我们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共2轴是垂直的 所以贯轴一定是水平的 好 那我的焦点是6-2 所以代表我的贯轴是谁 就是Y等于-2 那我就知道我的中心点叫做 1-2 可以吗 然后呢 中心点跟焦点这段距离就是C 所以我知道C等于5 好 那还有什么东西 没了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条件 好 所以我把这个条件呢 整理一下 4B平方 等于9个A 所以B平方就等于 4分之9个A 可以吗 那双曲线 ABC的关系 C平方等于A平方 加B平方 所以我把它扔进去吧 C是5 所以平方之后就是25 好来 A平方 B平方是4分之9 A 所以我得到了一个A的二次方程式 所以我就 速速 默默 超超低 不过他 硬式分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应该可以拆成A跟4A 然后这边就拆 4跟25 对25 减16 等于9 所以A减4 然后4A加 25 所以我就知道 A等于4 好 那这个 A等于4分之负25 当然就是不合的嘛 好 所以A等于4 再把它丢回去 再把它丢回去 丢 丢这里 对 是他啦 A等于4丢进去 所以B平方等于 4分之9 乘上4 所以就等于9 OK 到这里 所以我应该就可以把我的方程式写出来了 好 它是左右开的 所以 X平方是正的 来写上来 中心点1-2 所以减1加2 然后呢 A到哪去了 我的A咧 好 A等于4 所以这里4的平方是16 那B呢 B平方是9 好 所以我的双曲线就是 16分之括号 X减1括号平方 减掉 9分之括号 Y加2括号平方等于1